打火行動意外發生悲劇 兩名消防人員從火災現場被抬出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不幸殉職 橘紅色火光從天花板管道竄出 消防員拉水先灌就 農煙卻不斷往上竄 事後火雕人員初步勘查結果出爐 研判起火點在低洞地下室一樓 因為電纜線短路而引發火事 排煙砸門是有開啟的狀況 有可能是因為地下室電纜線起火 造成有擴大的情況 研判火災初期有正常啟動排煙風機功能 但隨著纜線燒毀可能影響到設備建路 才會造成排煙風機停止運轉 不過一場大樓火警造成兩名永消殉職 相關人等可能涉及過失致死或業務過失致死 若是人為因素引發火事導致枕東大樓受損 也有可能涉及公共危險以及回損等罪 解放分案調查不排除要約談社區主委以及設備廠商 每年都是百分之百通過政府的消防的檢測 那不管是在檢測還有維護上來講的話 我們至少都有符合政府的違反 我們的充電樁都是有跟台電申請 然後有正式的公文往來 究竟是不是裝設充電樁導致火警意外 或是另有原因 兩名英勇消防員知死究竟誰該負責 監禁要徹底調查釐清 還給死者家屬一個真相 記者 張靜雯 胡克強 吳云千 從報道